這首歌真的讓我們想到0204 是嗎 你怎麼敢請我上一個節目 而且來唱歌耶 我們盼望妳好久 是 剛剛這首歌不用說我先來讚美一下 這個歌在我們印象中是鄭敬儀唱的 當然妳剛剛跟她唱下來 跟她完全兩回事 是嗎 只覺得送妳四個字 怎麼會啦 妳很用心在唱 身材好 妳稍微搖擺一下 那就是 那個這麼浪漫的氣氛 就被妳帶動起來 對不對 比較有最新的舞姿 我常常看頻道裡看到羅比琳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 成長 給觀眾的感覺 是多麼的爽快直接 像我們兩個都是很多觀眾朋友 就是看到我們就說 我從小看妳長大的耶 然後那個人已經80歲了 妳叫我長大的謝謝 多麼不服氣 結果怎麼講 看妳這個感覺完全沒變 太棒了 妳也是沒變啊 我也沒變嗎 對啊 一點都沒有白頭髮 不能近看 我當時挺佩服的這個羅比琳的節目做得這麼好 你也是啊 而且沒事妳在call in的節目當中 我就發現 觀眾永遠在那集裡 絕對不會落空 總會有兩三個觀眾都是 除了在講那個主題之外 都會帶到羅比琳說 這個妳的論調我們很認同 可見妳說話的口條啊 好多人絕對在半數以上 都認為很工整 所以很多人 大家都覺得說我應該出來選舉競選 對 又有人這樣建議 對很多人啊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說 哎呀我這個人啊 妳知道是愛錢 如果去選舉的話 出來要做一個清官的話 又不能貪污對不對 那叫我日子怎麼過呢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對呀沒有私生活 妳叫我怎麼活 這個時候說到妳節目 還做得飄洋過海去了 對很多人看 我還看好多港星還被妳訪問 對對我很喜歡做這個節目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說這個節目我做得有多好 而是可以常常出去玩 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順便還旅遊一下 對可是做節目你知道 就辛苦了咧 很辛苦耶有的時候 這個常常會出仗狀況 真的真的真的 要打仗的感覺 是是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有的時候 就是拜託香港的那邊的人 幫我們聯絡 那聯絡的話 有的時候 聯絡都會很不當 你知道嗎 你笑什麼 笑什麼 你笑什麼 開了開始的節目 這個一定要講 是我要求他 很有意思 什麼叫狀況 對呀 就譬如說 有一天我早上起來 我就說 今天有什麼 羅姐我下去幫你查一查 你還不知道今天要錄誰 看是什麼名單 對啊 我下去查了馬上告訴你 我說好吧 那我就做那個化妝書頭 就是那個香港的節目 飄洋過來 累得半死 對 也不會累得半死 就是晚上玩得累得半死 早上爬起來的時候 不是我講 迪斯科的給他把眼片 對 然後早上起來 第一個是誰 羅姐報告你 我們第一個請來的是李美鳳 我說李美鳳好 哇那真是我們主持節目的人碰到這個 怎麼講 就是停在話題線上的話就最好 對 因為嫁到台灣來嘛 對不對 又生了龍鳳胎嘛 對不對 新聞還沒斷過 新聞還沒斷過 常常就看他這個非常的高貴的氣質走出來 這個好訪問 這個很好訪問 我覺得很高興 因為從來都沒有腳本的 安了一半了 對我就安了一半了 一下去 嗯 李美鳳怎麼還沒來 羅羅姐來了 蛤 你騙我啊 我瞎子啊 我眼睛還沒睜開啊 我還不認得他嗎 我還會不認得他嗎 羅羅姐不好意思 我搞錯了 是怎樣的錯法 不是李美鳳 那那是誰 是是是 李賽鳳 你找一個七八年沒拍戲的人來給我訪問 是要訪什麼 是 有時候會出這種狀況 對 還好就是 我們平常就很會 哈拉的人 就也拉了一集出來 嚇死我了 然後呢我就上去換衣服了 還拉了一集 拉了一集 對 然後拉完了我就上去了 換衣服 我說 好 我說 下一個是誰 羅姐 下一個 陳曉東 陳曉東啊 好好好 東東啊 我才剛剛跟他上完節目 挺熟的 又是偶像 這個收視率一定很高 我就很高興 陳曉東 換一件年輕一點 搞年輕點 搞年輕點 換套衣服在 上陣 服裝化妝就給我搞得很年輕下去 東東怎麼還沒來 來了來了 羅姐 怎麼還沒來呢 我沒看見 來了坐在那裡 我說 那是誰啊 導演陳曉東 好 導演陳曉東 不過還好 導演陳曉東 他是拍過很多遊舞 也還有一些話題 可以問 還有很多話題可以講 我又安了一半 又過關了 又過關了 第三個呢 所以 羅姐最近發哥回來做仙城 天啊 發哥 我的夢中偶像 國際的男生 好 穿隆重一點 搞好一點 發哥來了 聽到沒有各位 準備好 我就好下去了 發哥呢 發哥怎麼還沒來 發哥因為記者會 等一下再到 所以我們現在先安排了另外一位來 誰誰誰誰 潘營子 這個還差得不太遠 然後最後也跟我想說 爾東森導演要來 爾東森 這個也好 最後來了一個是完全 我到現在 我都還想不起來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就是我過了一天 就也這樣做完了 所以這個通告有的時候 就是在 跟我們的情緒起伏 對 像你做這個節目 尤其像弄錯就不行 像我今天就好開心 好開心嗎 那是你高興嗎 他們本來跟我講是 羅江要來嘛 你看 婆媚媚 罵死罵死 請教你幾個問題 好啊 這個你一直走來 從少女時代就跟美 大家被她讚嘆了 脫不了關係 說說看幾個階段好不好 你現在算是有味道的女人 回想過去呢 以前的裝扮 或是美的散發 你一定有一套理論吧 對 在你剛出道的時候 十七八歲 剛出道的時候 我現在看那個照片 才不可以 那時候反而覺得 現在回想蠻土的 因為以前 剛出道的時候 就心想說 我一定要弄得怎麼樣 有造型啊什麼的 能帶來 能擦到全部上去 那時候又很窮 沒有東西 你知道 沒有服裝師 沒有化妝師 沒有化妝師幫你弄 自己來的啦 全部都自己搞定 然後頭髮每次都 棒棒的一個像 衝天炮這樣 咻 一個衝出來 對對對 然後自己穿衣服化妝 還化那個眼睛黑黑的 然後這個還要這樣挑這麼高 對對對 暗色的眼光 對 暗色要把它畫成鳳眼那樣子 我現在覺得看 怎麼會這麼土 還不如我的畢業學生照 拿出來看還比較好看 對 可是那時候覺得自己好美喔 而且還穿那個晶晶亮亮的 那個發亮的褲子 走在街上 那緊繃繃的 不過說實在 那時候屁股還挺翹的 不像現在 屁股大槌已經連成一線了 那時候 那時候是條件好嗎 那時候真的是條件好 並不見得會打扮 真的不會打扮 20多歲左右 20多歲的時候呢 就開始還不錯了 演了一點點戲了 然後呢 但是我那時候 以前出來呢 我不會化妝的 就是粉底打完了 擦個口紅就上電視了 連眼線也不太會畫 請化妝師來了 連眉毛也沒有畫耶 就這樣凸凸的眉毛 就上電視了 可是那時候覺得說 只是覺得這個女孩子好像 可以 可是不曉得少了什麼東西 少了人工美 你知道嗎 現在就 完全就是人工 到現在的我妹妹 你覺得越來越會打扮 什麼叫做品牌 怎麼襯托我們這 這麼絞好的身材 對 因為我有穿有品牌的衣服 也是最近這十年 才開始穿有品牌的衣服 可是那是 怎麼講耗資也不少 不是啊 你不要看有的牛仔 就像這樣感覺 可能一件都好幾萬 這真的很貴 這全香港只有兩件 就是數量很少 對 只有兩件 另外一件是沒煙放買走了 那這一件是余力看到了 就覺得說 哎呀 這太適合我了 趕快幫我搶下來 被你截足先燈 對 被 就是他這件衣服 是余力送給我的 哇 對 我覺得好爽 出手各位可想而知 總是萬字以上的 真的 他出手真的大方 他家住在香港的半山搖廠 聊到同事 而且是這種樓中樓 然後那個玻璃是這樣子 樓中樓這樣子 兩層樓這樣 整片到頂的 然後呢 New Year's Eve的時候 放火的時候 不是放火 放煙火 煙火的時候 就在眼前 就在他們三角下 而且這個小姐 請我到他們家去 他說我燉湯給你喝 你陸環穎好辛苦 我來接你 燉湯給你喝 然後到了他們家門口 管理員不在 我不會回家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那個大廈門口 要按密碼進去的 戒備聲言 對 他不知道密碼是幾號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等等 一直等那個管理員 他剛好跑去上大號 好久才出來 我們就在外面等了那麼久 誠實 你家你要回家 你密碼都不知道 管理員都在的呀 他現在不在 我就沒辦法回家了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他們家真的好漂亮喔 賴得他們家就不想走了 怪怪 那真是的 香港的生活 你在那邊 因為做節目也看了 真的很開心 那種那種感覺 海景啊 真的好 雖然地方不大 但是真的很精緻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常常一個人在那邊 很無聊的時候 穿了很漂亮的 晚禮服睡衣 睡衣有的時候很漂亮 就像晚禮服一樣 配了個浴袍 因為很孤獨 打電話 叫room service 然後還叫他給我點蠟燭 自己一個人吃燭光晚餐 自己 自己在對著那個孩子 吃燭光晚餐 人家打電話給我 我現在很忙 我在吃燭光晚餐 晚一點再跟你聯絡 真的 說了說了 你剛才聊了這種生活裡的一種品味 不知不覺 我們就想請教一下你 因為怎麼講 你這麼聰明絕挺 智慧又高 那當然啦 智慧又高 這個固然是好 當然也是給個人帶來一些 理想跟境界 那我們就不由得想請教你 可能摺偶男朋友對象 會不會有什麼條件 其實我摺偶條件很簡單的 像我跟我們家那個7-11 一走就走了 到今年年底就六年了 對啊 六年了 其實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這個女孩子 會跟這個人在一起 其實女孩子有很多 像我們這種人家講 很多人在追來 我何必再去餐一卡 對不對 結果就是 根本就是沒有人追 這樣自己吃燭光晚餐 然後突然有一個男生來 對你還不錯還蠻好的 你覺得他蠻有誠心的 就好吧 就他了吧 就這樣 對 所以你常常看 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或者是很有知名度的女孩子 很怎麼樣的女孩子 身邊不見得配的就是 身邊不見得配的就是 真的她 是計劃中得到的 對對對 完全跟計劃中完全不一樣 我以前的人生就很有計劃 我想 我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我什麼時候該怎麼樣 怎麼樣 結果後來發生的事情 完全跟我計劃中 八百碼的事情 完全打不在一起 感覺上最基本的可能 要跟你匹配一定要是個帥哥 你喜歡完美的東西嗎 我男朋友啊 不是很帥啦 可是一看就是 好老公那種型 那你凡譜歸真了嘛 我凡譜歸真 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他真的他人很好 我媽我爸都很喜歡他 現在條件不一樣 以前可能一看到很亮的人 就哎呀 心裡電了一下 現在不一樣 這個要踏實的 現在一看到會閃電的人 我就 我離他遠一點 要不然我又要頭昏了 說了說了我們這個歌唱節目 剛才講的聽你唱歌還真不容易 我可不可以少唱兩首歌 你的歌有你的味道 這個歌也不曉得 這個羅碧琳唱歌 他可以把歌改成另外一種情調 接下來帶來這首歌 你這樣講人家哪裡聽得下去吧 這樣子 到心裡有準備 要用另外一種味道來信 我告訴你喔 我媽說喔 我媽跟我去唱KTV說 我女兒歌唱得真好啊 是哪個死人老師說我女兒唱不好的 我覺得我女兒唱得真好聽的 她們就是 耳朵壞了 對 這個說到這個歌曲今天帶來一首西洋歌 不由得讓我們覺得 現在一些主持人他們是ABC 那時候可能他們還小 在我們那個年代裡 會講英文的叫羅碧琳 菲尼莫說 對對對 那時候一到帕龍會說 國家的重要的外賓 或者是說 有些外國藝人來到啦 就像我剛剛說那個魔術大位好了 她就覺得來到台灣 沒有這個寂寞的感覺 你在旁邊有的時候 代表我們台灣招待她一下 對 英文也流暢 所以我說前一陣子 她一直想追妳啊 後面是後續怎麼樣 我把它介紹給別人了 我介紹給 啊 知道了吧 對 是不是妳試過不好玩的時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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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個年代裡 會講英文的羅碧琳 菲尼莫說 對對對 那時候一到帕龍會說 比如說國家的重要的外賓 或者是說 有些外國藝人來到了 大派明星 就像我剛剛說那個魔術大位 好了 她就覺得來到台灣 沒有這個寂寞的感覺 對 妳在旁邊有的時候 代表我們台灣招待她一下 對 英文也流暢 所以我說前一陣子 她一直想追妳啊 後續怎麼樣 我把它介紹給別人了 喔 我介紹給 知道了吧 對 是不是妳試過不好玩的時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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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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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 妳要看那些很洋化的人 她還滿傳統的呢 我很傳統 真的 因為我媽說 叫我不要嫁給外國人 我說為什麼 妳知道嗎 妳看那個皮膚白白 頭髮白白 永遠那個色素很缺乏的 那個就是 跟外國人結婚才會想 是嗎 反正我媽的思想很奇怪 不是 不是 不希望妳嫁得太遠就對了 對對對 今天帶來一首夕陽歌 那我們聽聽看 零二零四的感覺 英文 歌名叫做 欸 那個等一下 那個音響啊 那個echo要開很大 開到最大為止 欸 還要自問的啊 才有情調跟氣 對對對 要開得像那個卡拉OK有沒有 KTV裡面那麼那麼大 這樣子 就是我一唱覺得很難聽的話 下去我就打死了